嘿 各位朋友朋友 你们好吗 欢迎再次回到Hussein's Drama 我的视频博客平台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Hussein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想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 在摄影当中非常基础 但是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环节吧 叫做构图 在我看起来一张好的照片 它要具备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 它一定要主题非常的鲜明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拍这张照片之前 你自己作为摄影师要知道 你正在拍什么东西 而且你拍完以后通过一些构图 通过一些光影的技巧 可以让你的观众一眼 或者说是很快速 就能够识别出你想要在这张照片当中 去传递怎样的一个主题 怎样的一个信息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只有你把主题先表现出来 先突出了以后 我们才来到第二个环节 也就是这张照片本身要具备美感 要是一张美的照片 那我认为主题先鲜明加这张照片 是一张漂亮的美的照片 是构成一张好照片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第一个构图法呢 叫做Fill the Frame 翻译成中文叫做 我们把它填满 把我们要拍摄的主体 整个填满到我们的整个的画框当中来 就比如说现在我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话 那我的这张脸 我的这张嘴 就是我的这个主体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说我拍视频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裁切到一个整个画面当中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 只有我这张脸的一个画幅 这种画幅的情况下呢 你的观众注意力 不会被其他的任何东西所吸引掉 不会被背景啊 或者背景当中的杂物所吸引 那这种构图法 我觉得在人像摄影当中 是非常好的一个构图的方法 可以看到这几张人像的照片 因为摄影师把这个脸填满了整个的画面 我们能够让观众一眼就知道 我们在拍些什么东西 同时呢 这种构图的手法 有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第二个构图的方法呢 叫做中心构图法 顾名思义呢 你只需要把你的背摄的主题 放在整个画面的最中间的位置 那这种构图的方法 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大家非常明确你要拍摄的主题 因为在一个照片当中 你自然而然第一个瞬间 你就会把眼睛先集中到 整个画面的最中心部分 所以用这种方法突出主题是非常简单易用 同时又非常易于理解的手法 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一些就是场景下面找到很多关于中心对称的 比如说后景的建筑物啊 一些几何结构的话 那这种中心构图法就会有更加好的效果 那第三种构图的手法呢 叫做三分法 这个手法其实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手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画面的长和宽分别变成三等分 然后在画面当中有一些三等分的线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背摄的主题放在这一些线上 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一些线形成的交叉的焦点上面 那这种三分法 其实是我觉得是跟中心构图法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因为在有一些场景下面 你如果只是把背摄主题放在画面最中间的话 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无聊 稍微有一点点无趣 那你稍微把这个背摄的主题挪出中间的位置 放到三分之一处的时候呢 整个画面会看上去更加的有趣一点 更加的有一点点就是层次一点 虽然这个三分法非常的基础 但是基础不代表它不好用 不代表它出现的效果不好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甚至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如果去想要选择一个安全的构图的方法的话 那三分法一定是没有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个构图的方法 叫做搭建画框法 就是在你的整个 因为你在拍摄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取景器了嘛 其实是已经是一个方框了 然后在你的取景器的方框里面呢 你感觉到说是一种画中画的形式 在里面再去寻找一些自然的画框 所谓的自然的画框就是你看我举的这几副照片的例子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 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一串窗户啊 比如说这一个椅子的前景的这一些围栏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构成一个天然的画框 然后呢 你只需要把你的背摄的主体放入这个画框里面 就会形成一只画中画的效果 让你的观众可以更加的一眼就能够明白说 OK原来你想要突出的主体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背摄物 在搭建画框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还可以发挥一些创意 你可以找寻各种各样的前景 甚至是前景和后景的搭配 来形成这一种天然的看上去非常有趣的画框 那第五种构图方法呢 我称之为叫做光影构图法 这种构图我觉得在如果你要拍摄black and white 就是黑白照片的时候是非常基础的一种构图的方法 因为在黑白的照片当中 其实你呢 唯一能够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比较鲜明的两种颜色 就是黑色和白色 那如果你想要突出一个主题的话 你可以试着 如果它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物体 比如说它是一个阴影 一个影子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到把影子放在光线当中 这样一下子就能够在白的里面看到黑的 同时如果你拍摄的这个主题本身是一个比较白的 然后反光度比较高的事物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阴影当中 这样在阴影当中就会只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比较亮的事物出现在那边 就会很好的突出你想要突出的这个主题 第六种构图方法呢叫做leading line 也就是引导线或者说是汇聚线 也就是你可以在拍摄的场景当中去寻找这种天然的这种线条 那汇聚线或引导线在我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个导航 让观众可以顺着你的这些指引线导航线去看到最终你想要让它看到的这一个备设的主题 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七种基础的构图法叫做对角线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画面当中去利用一些斜线 它跟引导线不同的是它不具备导航的作用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的照片当中 因为照片当中多了很多的这种斜线 就是斜的这种线的这种构图 然后让整个的画面会在美感上面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只有直线的情况呢会让画面显得比较的工整 但同时也会让画面显得相对来说比较的呆板 但是如果画面当中多了很多的这种对角线啊 那斜线啊哪怕它是由画面的左下角到右上角 产生了一道斜的弧线 也会让整个照片看上去显得更加的优美 更加的有美感一点 好那我们说完了斜线构图法或者对角线构图法呢 我们来到第八种构图 这种构图不像是一种几何的构图 它更像是一种纵深相关的构图 叫做景深构图法 那这个构图法它的意图其实还是为了能够突出我们想要拍摄的主体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相机镜头的一些光学的属性去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要达到这种效果的你可以去用一些更加大光圈的镜头去把背景的虚化效果给做得更加的虚一点 从而把你的焦点对准到你想要拍摄的人物或者主题上面 那让其他的一些不重要的事物都变虚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去突出主题的一个构图的手法 第九种构图法也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最后一种构图的方法 称之为重复性构图法 也就是你利用你看到的场景当中一些一直重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建筑或者说是人物或者说是事物 利用这种重复性去进行构图 然后你在画面当中试着把这些重复出现的事物去填满你的整个的画面 这样会让你的画面看上去有一定的一致性 然后在画面上面也会形成一些这种重复所带来的视觉的冲击力 会产生比较好的这种视觉的效果 以上的这九种构图方法 我个人觉得都是比较的基础的构图的手法 然后一下子今天讲的会有点快 然后也有点多 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一期视频当中这些构图的方法 你有一些尝试过有一些没有尝试过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在下一次带着相机出去拍照的时候呢 做好小记录把这九个点写在一个小本子 或者写在手机的这个什么记事本上 然后出去利用这些构图法去拍摄一些原来你不曾想过这么构图的照片 最后再回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构图 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你的照片的好看度美感 然后其实到最后的最后我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摄影啊它是一个非常关乎于个人的事情 也就是你作为一个摄影师 你最终其实是要寻找到一种让你自己喜欢的构图的方法 然后拍出让你自己喜欢的照片来 好了这就是这期视频想给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 希望你们可以有所收获 那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